今天可能想知道要來說的是酸酸甜甜的白頭山半島浩劫 為中國和北韓邊界的白頭山無預警爆發 破壞力騙擊朝鮮半島 為了阻止更大規模的災難 地震學家江鳳來提出了一個 避免白頭山全面爆發的理論 並交付南韓特務趙仁昌執行 為了完成任務 趙仁昌還必須尋求北韓軍官李准平的協助 攜手阻止這場即將毀滅整個朝鮮半島的巨大災難 那白頭山半島浩劫 推不推薦看呢 本頻道推薦分數為6.7 以一部商業災難片來看算是非常不錯的作品 你想得到的破壞都有 大前提是你必須放棄邏輯思考 不得不說裡面的建築物毀壞的程度太浮誇 整個南北韓的建築物都是指弧的啊 對比台灣跟日本的情況 南韓從1900年以來就沒有再發生過超過7級以上的大地震 有地震 南韓只會覺得是隔壁鄰居金小胖又在玩核武啦 所以在辛德最喜歡本片的一個優點是節奏快 開演不到5分鐘就直接進入主題 該倒的都倒了 只是也可以看得出開頭這段地震戲 應該是花最多特效預算的 因為後面的特效就沒有像這場戲一樣驚心動魄 劇情簡單來說就是白頭山火山爆發了 因為火山爆發進而造成地震 總共有3個岩漿城 如果一次爆發出來的話 整個朝鮮會陷入地獄之中 照理說在這關頭應該是緊張的要死 但可以看得出時不時穿插的吐槽式笑點 讓人有點不上不下 接下來不管是開頭還是劇中有幾次的強陣 建築物道路崩壞 感覺像是在人間煉獄般 但我仔細看了一下完全沒有死亡的畫面或者屍體殘骸 中間開槍殺美軍還是北韓軍隊死的人比大地震還多 畫面是有做到 可是真實性或者一些細節讓人不免出戲 電影中以另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就是諷刺韓國政府的無能 因為美韓關係導致很多事情不能自主 偷核彈事件一爆發 美軍馬上進入韓國指揮所 要韓國所有相關人士退出 韓國受限於美國在核彈搶奪上依舊是拳頭大的說話 中美兩方互相爭奪 不管是明爭還是暗奪 或者以世界和平之名義 反正不管是北韓還是韓國都受制於中美兩方 另外本片不合理處實在太多了 像是指揮所基地可以來去自如 首席跟總統的反應讓人覺得很違背常理 你能想像總統府秘書長去竊取電腦嗎? 另外裝核武的箱子可以經歷翻車碰撞 電梯失速跌落都沒有事情 這我真的不懂 盒子裡面已經裝了 YO 還可以這麼大心的碰來碰去 撞來撞去 另外離準坪從礦坑電梯掉下去是很帥 沒錯 但失速電梯速度快到炸裂 離準坪怎麼可能還醒著班納核武到指定地點 先來科普一下 從100公尺的地方自由落體到地面約為4-5秒 最終速度約為150公里 你被150公里的物品打到就直接上西天了 不要說離準坪有綁安全神什麼鬼話 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啦 我們知道本片架構大概就是白頭山要爆發 所以南韓決定去偷北韓的核武 去炸掉白頭山減輕火山爆發的壓力 然後總統跟首席聽一個大學研究教授 可以這麼草率或者輕易我真的頭疼了 所以到底要說災難片還是間諜片 當然我們還是要講講優點的部分 特效是真的蠻不錯的 韓國近幾年的電影特效真的越來越厲害 以災難片的特效算是很不錯 我也希望台灣本土自產影片能夠拍出這種 浩大的災難片 而此部缺點也是相當明顯 看到最後會讓人覺得攏長 或許片長再剪個10-20分鐘會緊湊更多 撇除掉邏輯跟BUG 其實本片還算是不錯的商業片 最後礦坑中 趙大衛進去礦坑一半後 因為地震光線沒了 結果趙大衛可以原路回來 全黑又許多岔路的地方 這是內建GPS嗎 好的 今天的白頭山半島浩劫差不多說到這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掰